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電踏股份有限公司的 企業人電踏大叔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歡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實電踏已經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 大家蠻知道的一個平台電踏哨 這應該是比較多人已經知道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你這個平台很棒 因為你把很多3C東西 其實連女性都可以塑造成是一個專業的 知識型的Option 讓不是只有男性可以就是介紹 讓女性也可以叫合謂3C的產品 然後去生成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這很棒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想法呢 你也可以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電踏的服務項目 或者是還有些其他什麼樣的內容呢 電踏一直以來就在努力的內容就是所謂的腦袋產業 就是數位內容產業 我們希望讓大家腦袋裡面想的可以變成他下一秒賣 所以我們專注在這上面的開發 那成立電踏少女的話則是希望讓大家數位資訊落差可以縮短 可以比較容易的知道怎麼去應用軟體怎麼運用科技 然後去做自己的創作 所以他還是在我們的主軸上 那電踏自己開發的平台就大概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很快的讓大家去進行創作的這樣的工具 跟很快的去用你的內容做變現的工具 然後再來就是擴大你的創作被更多人知道的工具 那現在我們做最好的是擴大你的內容被更多人知道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技術上我們使用了所謂的第一方數據 來做你的內容預測跟你喜歡觀看的喜好的預測 我們把這個變成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廣告投地平台 那目前電踏也跟台灣最大的零售品牌合作 我們擁有全台灣最指標性的零售數據資料 那再加上我們自己處理閱讀歷程的這個技術 我們開發了一個第一方數據的廣告聯播網 那在這裡面我們的產品叫做Altrack 那我們有一個AI的應用是讓Altrack的數據 可以很快的幫助大家去產生landing page 輸入一個關鍵字他就幫你做完視調 幫你寫完文案然後也幫你產生網站 那這個產品叫ivote.io 那ivote.io這件事情在結合我們剛講的零售數據網 希望未來大家都可以把廣告投到這裡面來 然後透過符合就是歐盟規範 符合所有隱私政策規範的廣告投地鎖定的內容 來讓更多人知道你的商品你的內容 跟你想要販售的東西 嗯 理解 其實這東西就不會是只有focus在一個 就是平台上面 其實要很多的更專業的 甚至更貼近我們的服務 讓我們可以便利的使用 對 是 那我其實比較好奇的是一件事 嗯 因為大家看到電踏 想到應該說是水踏吧 嗯 對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想要取名 這麼可愛的名字呢 嗯 因為其實這次有一個原因 我們最早成立的公司叫Ontoo 那這個字其實來自於一個學術用語叫做 Ontology Ontology就是大家的想法串連在一起之後 就會構成這個世界的本體 所以它有一個字叫本體論 它在哲學上跟電腦科學上都很常用到這個字 我們取Ontoo有點像是把這個詞拿來 然後Ontoo就有點像是大家在一起 然後走到這個路上的感覺 但後來我們不能用這個詞了 因為前一個公司 後來拆火之後 我們沒有辦法再用這個品牌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腳破腦子 我們覺得最好的詞已經被用掉 最好的名字被用掉 那這時候電腦少女現在的主編蜜甘就提議說 不然用水踏 因為水踏是一個很可愛的動物 沒有任何理由 他就覺得要用這個字 這個是一個很可愛的動物 那我們那時候查了一下 水踏是代表熱血樂觀團結的一票人的人格 所以我們拿這個水踏這個字來 我們覺得很棒 可是如果你把水踏放到網路上 大部分怎麼查都是可愛水踏的照片 會查不到這間公司 所以後來我們因為大部分的產品都帶電才能使用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字合在一起 就叫電塔 那同時我們的英文的logo是 AOTTER 那把那個A拿掉 AOTTER是水踏的意思 那A加上去AOT是Ahead of Time的意思 就是合在一起之後 這個詞有點像是領先時間的一票人的這個意思 我們就很酷 我們就把這個拿來當作我們的英文名字 所以電塔 AOTTER就這麼來的 所以他就是可愛中 但是帶有了非常極具強大的意義 一群帶領 這個時代的人 對我們期許自己是這樣子 對 是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 其實電塔已經做出了非常多專業的平台 或是專業的這樣的數據或工具 那其實也看到這麼多的專業 是因為本身你們都是資訊 科系相關系的畢業 或者是在你創業之前 一直也都是在這樣的資訊內工作嗎 對 電塔其實如果以我們核心團隊來講 他的組成非常的多元 他有圖書資訊背景像我自己 那處理我後來大學念的的內容 有點像是資料科學相關的東西 那也有很多是從生命科學動物系這樣的系 像我的partner他是台大生科的博士 他研究的其實是分子生物學 那他覺得細胞學跟也是物件導向 所以他進到這個領域來 他覺得也不意外 雖然我聽起來覺得莫名其妙 但是他也是這樣進來 那當然也有學數學的 學行銷的 學器官的 學海洋生物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組成其實非常的非常的 呃琳瑯滿目花八門 但是這就是數位內容產業的一個特質 就是這麼多不同專業領域的人 都透過網路透過數位平臺 讓自己的知識得以變現 所以在這個團隊裡面的核心 其實有這個創作跟創新的DNA在裡面 是因為這個組成分身就多元 嗯嗯 理解 所以其實今天要聽下來 所以電塔的話就是有還蠻多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 可是我也想問 因為電塔好像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還有其他的創辦人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是由你來做啟發 然後是在跟這兩個創辦人一起合 合力來創這些公司 最早的話 最早的話應該是我跟現在電塔的副執行長 我們都叫他豬排 就是我跟豬排一開始想要 呃去整合大家常用的線上工具 我們想要做成一個共創工具 但因為我們兩個技術力不夠 所以想要再找第三個有技術能力的人來合作 那時候我有一個網友也是我的學長 就是在台大資管系的磁林 那他進來 那進來之後他幫我們聚焦許多 因為我們兩個那個時候都蠻發散的 那開始之後我們才開始三個人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有一個豬排的同學 那他那時候他知道這個計畫 他push我們去創業 但老實說我們成立第一間公司之後 他後來就去開飛機了 所以他現在是機長 有點跳透 對他跳透 他就離開這個團隊去當機長 但是確實是由他把大家捆出來做這件事 對那我的話是因為我對自己下了一個誓言 就是我這次做這件事組這個團隊就不能放棄 那這個東西就捆住我 然後一定要把這件事完成 所以最後就由我來當一個領頭 然後也當一個最後一關來做這件事 是 那後來已經決定要一起創業了 那其實創業大家都知道創業違建 對 那在初期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哪一些是你們印象比較深刻的挫折 或是挑戰 我們大部分的挫折其實都跟缺錢缺人有關 對 那其實像我們剛開始創業的錢低筒 低筒金 一個人拿10萬 那因為我自己個人的錢 在上一間公司就燒光光了 所以 當初我能獲取共同創業的創電他的那個10萬 是因為我媽媽中了樂透 那中了樂透 那一年的二獎又特別多人拿 所以這好像扣掉稅金7萬6不進來 我才有那個10萬可以去做這件事 那當然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挫折 包含了 剛開始創業 然後 找不到開發的人 然後 跟 因為你還公司在很小 大家就很喜歡欠你錢 就是你幫人家做完事 大家不會付錢等等 那或者是說會有一些很好的機會來找上你 可是你那個時候沒有資源 沒有人 沒有錢 然後你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再把握那個機會去做 那這都很可惜 所以這幾件事情應該都會是我們創業裡面歷經到比較大的 那還有一些啦 當然 就是當我們開始有了少女之後 變她少女網紅 那 開始有目前人員 大家有粉絲 那我們對粉絲要做一些負責跟期待 但是人員會來來去去 那每一次幾乎都會把我推到火線上 對 那像這種狀況有時候對我來講也是蠻消耗的 那這些都是過程中的挫折 嗯 是 不過像剛剛也還是有提到的是 現在遇到這些挫折 但是 你是怎麼去度過它 沒有什麼樣的心態 呃 對我來講 我覺得不放棄是我的底線 所以它算是一種詛咒 所以呃 反正這個咒力非常的強大 讓我在這一塊就是這是我的唯一的底線 嗯 那在這個底線下就要去想很多很多的方式 比方說呃 我覺得創業一定會有這樣 就你老闆創業老闆一定會跑三點半 或者是說創業的老闆一定也會有跟呃 呃员工明明他是你很厉害的员工 但是他的心跟你不太同一条线上等等的问题 所以呃你自己对对我来讲 就是我历经的很多就是我要重新定位我自己 像我刚开始创业的前五年 我不觉得我是老板 我是呃跟着大家一起努力的人 或者是我是我的员工的大哥哥 我带着他们去走 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得当老板 因为呃这间公司如果他失败了 偶扬吧 对对他失败了或什么 他成功也好他失败也好 最后大家只怪你 就是无论你把他带到哪一条路 大家都只看你 所以这件事情你最终还是得跳出来 把大家带走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是 因为我老实说你在访问我的过程应该也可以感受出来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外向人 对可是很多人觉得我是外向人 尤其我另外的身份有一点点接近目前的人员 因为像网红这样 虽然我的我的非常多的粉丝会觉得我是很外向 但事实上跟我合作过的人都知道我私下非常安静 那我只有在台上的时候很吵杂 然后在可能在直播的时候很开朗 可是私下我没有太多的话 其实我可以感受到的是 因为你会觉得你现在做这些事情是有一个目的 或是说你要去用这件事情 你的曝光是或是你的这个摄影或拍摄 然后可以把一些你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一些想法跟理念 借由影片或是借由直播给大家可以指导 所以你会愿意做这件事 但是如果可以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或许你会更喜欢安静的感觉 对对我来讲是这样 因为你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但即使不忙 脑中想事情太多了 对即使不忙可能光脑子处理脑中消化脑中的 很多想法跟情绪就就看起来就很像当机的样子 我的同事都会觉得我很常当机这样 对 但我真的觉得还蛮 我觉得也是应该值得谈心的是 就是你的生命中还有一个就是像羽球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存在 就是让你的生活就是可以真的是有一个 一件事情是让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可以不要再去想公司的事 对对对 羽球对我来讲重要 所以那台湾最近现在风雨球 所以对我来说也很棒 因为打雨球的机会变多了 但我从小打到大 这个运动是让我输牙 就是一方面它会动到身体的每一个地方 然后同时球的维度很多 所以你光在打球下 你可以完全的释放脑袋的压力 这对我来说是很理想的一个运动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电踏也一直在前进 但是我觉得当它越想越大的时候 确实我觉得一定还是要保持这种 就是可以让自己有疏压的一个状态 疗愈自己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其实 就是常相处如果贴身相处24小时 你会觉得可能又会 我蛮常听到朋友这样跟我讲 就是说你好像有两种人格 就是一种人格非常的严肃安静 然后拘谨 但有另外一种人格是非常的悲蓝 然后讲话很好笑 然后就是很不正经 我觉得那就是生死的你快乐的 你喜欢的那个样子 但你现在有工作 你还有公司 你还有好几个家庭 就是不是那个家庭 说是员工的家庭 员工家庭 对确实 对对你要背负在肩上 确实 公司的使命愿景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那时候你那个人格 就必须得要出来面对 对对对 可能吧 所以但这也算是我把自己在想一件事情的方式上 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可以来看 那很棒 对 那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 其实电踏到现在大概有多久时间了 2012年的10月18成立 所以到现在快12年 也快要第13年了吧 对对对 就是过了今年的10月18就13年 对 那接下来对于电踏 有没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的规划呢 短期的话 我们就希望自己成为就是在台湾的第一方数据 广告联播网 跟广告技术的第一品牌 那中程的话 我们希望把第一方数据应用能带到海外去 那第三个长程来讲 无论是我们的自媒体也好 我们的应用也好 我们希望在现在电踏既有的规划下 可以变成国际知名的一个创新应用品牌 大概是这样子 是 那其实我觉得已经慢慢的 你已经在吵这个目标 已经越来越近了 是 那我相信接下来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 电踏一定可以被大家管为所知 但是你现在很多年轻人 你也都一直有看到电踏的成长 那这些年轻人也想要就是 以你们为目标 然后也想以这些资讯 来成为自己的创业的工具 或是来也让自己可以创业 那你会想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跟见解 我觉得创业的人是 天生适合创业的人其实非常稀少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 然后走一条非寻常的路 你可能要给自己几个心理准备 第一个这条路会非常的辛苦 那你不能以赚钱为你的唯一导向跟目标 因为赚钱老说是容易的也最困难的 看你赚多少钱 对那这是容易的也困难 但你要一件事情做得久 你必须要有一个核心的宗旨 那成立一间公司或成立一个团队 那或者是塑造一个品牌 他都是需要跟着这个核心宗旨往下走 那你必须要有中心思想才走得远 然后它是一个影响你一辈子的事情 无论你在中途是不是喊咖喊放弃 这个创业都是影响你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做好非常好的准备 然后这个准备不见得是说 你第一步准备踏出去之前 你就要先把自己弄好 不是而是当你踏下去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要知道 我踏上这条路我是没有办法回头 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 必须要让年轻人知道 然后再来就是我认为 最近很常有人讲 就是完成比完美重要 我也是信奉这件事的人 完成比完美重要 对 所以我会认为说 一旦你开始 你就要紧记这句话 你每一天都要往前推进 你才有办法在这个创业的路上 留下一些东西 你不能因为只支持完美 然后就踏在原地 那这会让你辞出不前 对 真的 因为过去通常都一定是做的 做好不如做完 对 但后来我真的觉得就像你说的 真的创业这条路上 如果你真只追求做好 对 那你会永远会做不完 永远会做不完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教育 可能导致大家很怕犯错 但事实上 创业的路上 你会知道 只有一个解禁 就是快速的试错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做下去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 它会成功的点 不在于你做错了 而是在于你多快去修正它 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我觉得其实像 谢仁执行长 给大家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真的非常实际的点 真的就是创业是辛苦的 这件事大家都是知道的 但是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对 然后踏上这条路之后 就是你有办法勇敢的去面对 对 对 那甚至于我觉得像你刚刚提到的 做 做好 做好 比做完 比做完美 做完 比做好更重要 做完比做好更重要 因为你在每一次的做完的 其实它就会进入到下一个 循环的PDCA PDCA 然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这样才可以赶快的 知道你的东西可以如何更成长 对 应该是要做中 做中学 学中做 对 让它更优秀 会更好 是 那我相信其实很多年轻人 都可以透过今天 电踏大叔的故事 然后也可以有所启发 甚至于给自己一点力量 或是灵感 对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电踏股份有限公司的 谢仁电踏大叔执行长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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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